告诉您春节书运方案交通部今天终于拍板定案 长达9天的连续假期 高速公路每天都有暂停收费的时段 不过北宜高本来是要实施禁止小客车上路的政策 现在因为评估实施效果可能不太理想 所以最后决定踩刹车 雪山隧道入口成了大型停车场 每到连续假期 国道5号总摆脱不了塞车的梦魇 高工局原本计划 今年要在国道3号汇入5号的扎道 首度止准大客车通行 要小客车改走106乙线道 但评估效果可能不佳 被交通部打了回票 他对国道5号雪山的一个输印重点没法达成 那对周边的交通改善情形 又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 那又可能影响到深坑商区 交通部决定春节还是比照元旦 只在国道5号宜兰及罗东北上入口前提供大客车专用道 另外所有国道从除夕到初八 每天凌晨0点到7点都免收费 除夕7到12点南下 还有初四初五的北上将实施高承载措施 高铁方面也宣布春节将会延续去年的双色优惠措施 在所有的这个班次里面大概优惠的比例还是差不多是36% 那跟去年相较去年大概差不多是35左右 不过今年春节高铁的优惠时段大部分都还是在离风时间 比较热门的时段还是维持原价 而从2月11号一直到22号 自由座也会全部取消 实施全车对号座 1月24号0点开始开放订票 记者林政务许正俊台北报道